接下來請繼續收看 創意比財盡在運通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蔡美謙 今天指數又漲了三十幾點 指數已經來到10970 指數創近期新高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最主要的原因是 美國股市持續性的大漲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當川普剛當選的時候 幾乎沒有人相信美股會大漲 到現在美國股市漲翻天 他告訴我們所有的人一件事情 其實你要跟別人不一樣 你才能夠賺大錢 真的 你要與眾不同你才能夠賺大錢 來 今天指數來到這個地方 12345678 從來沒有任何一本技術分析 可以告訴你 這個會有連八紅 這個波浪也算不出來 什麼都算不出來 只有一個東西可以告訴你 他為什麼連續漲八天 因為美股創新高 美股創新高不是創新高 是一直一直走高 代表什麼 代表與眾不同 如果你在大家都說 川普當選會下跌的時候 你去買美股 你像巴菲特一樣 押川普那邊 結果 來 股神還是股神 對不對 股神又賺翻了 與眾不同的意義是什麼 與眾不同的意義就是 當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也許很多人告訴你 台幣升值 所以要買傳產股 這個講法是沒有錯 但是我會告訴你 還是買電子股 對不對 你那些股票怎麼選 不是等到它漲上去之後 才說這個好 不是說電子股沒有漲的時候 你就說買傳產股 那這樣怎麼會 與眾不同的意義是什麼 與眾不同就是這個 當我們16塊錢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宏基 跟100個人講 98個不會相信 真的 如果兩個月前 三個月前 你跟人家講宏基 大金基 我跟你講 100個人98個不會相信 對不對 我們宏基是怎麼跟他講的 Line好友獨享低點好股 我們在Line上面跟他講 一個很清楚的重點 總股東人數7年新低 你只扶7年跨足車用進軍AI 股價低於禁止 當時的宏基多少錢 當時宏基只有16塊錢 我跟你分享的時候 你要買到16塊還很難 你還基本上你還買不到16 都是16塊以下對不對 現在宏基羅查2353 宏基在這裡26 真的 26啊 我跟你分享的時候 你要買16很難 對不對 我跟大家分享什麼 我跟大家分享益華店 對不對 剛時30 現在7 今天71塊7 這周圍基是過去 我問他說 當指數來到現在指數創性高 什麼股票未來會漲 我們用過去選股的邏輯 選未來的大商機再加上籌碼 例如什麼 例如今天3059 來 我不喜歡跟你講大漲股票 今天3059是下跌的 今天雙百姿是下跌的 對不對 老師 黃金科下跌你為什麼還要吃黃金科 這就是厲害 這 你要跟別人不一樣 你才能夠賺到錢 為什麼很多人說 做當衝到最後衝到最後沒有贏 因為你 因為你就是做很短 你上來想追下來會停損 可是重點不是這個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這個東西 這叫華金科 你看一下 這特殊籌碼在低檔大買 總股動人數近期大減 那為什麼在這個地方大買 你算一下時間點吧 為什麼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我跟你說的這個 3D感測量應用 蘋果要先攻 然後飛平後攻 對不對 2018年是飛平3D感測 剛剛要開始的第一年 對不對 因為先前是蘋果的VSALE加DOE 就臉部辨識的所謂的3D感測 既然是蘋果先攻 請問華金科是飛平的 那你這個地方是不是先等一下 先等一下 等到時間到了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2018年快到了對不對 好 開始低檔大買 重點喔 賞戶跑光光 賞戶跑光 我們已經證明很多次給大家看 賞戶很多的股票 到最後大部分不會漲 你去看一下洪海最近中股東人數增加多少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洪海最近都不會漲 你懂這種感覺 為什麼洪基會大漲 因為洪基總股東人數還在減少 你不相信他就不要給你看 等你相信了他就不會漲 所以呢 你自己去看一下這種東西是這樣子的 你股票買什麼 佈局未來 對不對 什麼叫未來 這叫未來啊 對不對 雙鏡頭加IRLED 我跟他講 手機可以用 自動駕駛可以用 智慧家庭可以用 安全監控可以用 擁有關鍵的一個專利 而且第一劑要剛高的量場 對不對 第一劑剛高的量場 我跟大家講的時候 華軍科對不對 31塊32塊錢 沒什麼大漲 然後呢 1月3號小漲4% 接著1月4號漲停板 對不對 漲停板之後 消息出來了 好 3D感測晶片 可以用在什麼 手機安控自動駕駛 智慧家庭 將在CES發表 對不對 現在漲停板對不對 好來 今天要回來 又沒有消息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做 很簡單 你看這個就好了 我跟他講簡單嘛 對不對 你算時間嘛 為什麼在這個地方 閃戶很多 閃戶在最高的時候 他把閃戶的籌碼全收了 在什麼 我跟他講 我跟他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未來 我不是跟你講現在 我跟你講現在 那其實風險很大 很多股票 等你知道他為什麼大漲的時候 其實他都已經漲很多 6456 等你知道他為什麼大漲的時候 你知道他已經漲多少嗎 等你知道他為什麼大漲 他已經漲到379了 對不對 等你知道他為什麼大漲的時候 已經漲這麼久了 所以你現在要買什麼 你要買的是 大家還不知道的東西 但是未來一定會發生 聽清楚了 未來一定會發生 我跟他講就叫5G 5G漸進 濾波器的盛宴 5G應用 將新增50個以上的通信頻段 全球2G 3G 4G 5G 總共會達91個 那濾波器會是裡面 最重要的受惠 什麼意思 現在沒有人可以談濾波器 你知道濾波器就像那個 那個濾網一樣 濾網一樣 濾網一樣你要篩選 對不對 那你拿一個手機 對不對 你手機你要跟人家通信 對不對 那通信你要篩選頻率 對不對 有很多頻率 你RF端要發出去 有很多頻率 你要過濾掉 對不對 高頻低頻你要把它過濾掉 要你要收到的東西 好 那3G的時候 濾波器 4G的手機 濾波器已經帶了30個 是3G的6倍 那5G就不得了了 5G就不得了了對不對 我跟他說這個東西叫大陸國家隊 大陸國家隊有意結盟入股 股價一字頭 為什麼 因為現在能夠做的都是什麼 這叫安華膏 這都是國際上面很大的大廠 那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他有意入股的股票 事後都大漲 你看一下宣德 你看一下康控 你絕對不敢相信 康控可以從40幾塊漲到4943 你不會相信的啦 從49到620 49到620 為什麼 因為有商機 有人家要入股 這個限制已經傳出過一次了 那未來很有機會 這個 我告訴你 這個 全部都掌握在國際大廠手上 能夠做出來的 現在有幾個技術 那體升波是比較困難的 那都是國際大廠 那國際大廠你很難入股它 這很難 這個叫做博通 你怎麼入股它 他還要吃高桃 你怎麼入股它 那你剩下只能夠吃這個 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的不是 我跟大家講的是個未來 對不對 今天指數不管漲還是跌 上個禮拜你都很好買 今天直接漲停班所 來 直接回顧一下 上個禮拜了 危險 這個也是一樣 來 這個也是一樣 我跟大家講 5G要來了 綠波器會是個很大很大的盛宴 那這5G的話 4G的所謂 4G用到綠波器是30個 我們就算單價就好 單價是3G手機的6配 那5G的話 它這個會是倍數 它不是線性比例 它相應的價值跟銷售數量 會是倍數於目前的 4G手機的一個綠波器 那綠波器會越做這個5G的話 會有比較高的一個困難 所以未來的提升波BAW的綠升器 會大有可為 現在誰在做 安華高跟這一家 這兩家都很有名 這兩家都很有名 那我問你 那如果你是大陸的 大陸蓋了那麼多經營廠 對 又有國家隊 那個紫光 之前不是買那個聯想 聯想大廠紫光大廠55% 對不對 那它沒有綠波器它幹嘛 沒有綠波器用買的 沒有綠波器 這一家買不到 這一家買不到 可以買這一家 傳聞大陸國家隊紫光有益入骨 這很合理 因為能夠做出來這個 提升波的這個 先前這已經布局很多年了 可以量產的 這這一家 這一家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董事裡面有正文跟奇蹟 有正文跟奇蹟股 這個股價十幾塊 十幾塊 你要去想 我跟大家講 你要去想 未來才剛要發生的商機 對不對 如果未來通訊很頻繁 你現在知道5G跑很快對不對 那5G剛剛所訂出來的 那個前端的一個通訊協定 才剛訂出來 代表什麼 代表這未來 它一個應用會 50個通訊頻道 那這個通訊頻段 我告訴你 每個通訊頻段 是不是都不一樣 所以你要篩選 濾波器是一種選頻裝置 也就是說篩選頻率的裝置 在你的周邊裡面 有一大堆的一個頻率 那你怎麼把它過濾掉 我一支手機 接收5G訊號 一下子就下載了一大堆的資訊 全部的資訊 你怎麼知道我要下載那個 你要濾波器 要把它濾掉 我要接收我要的 我不要的要濾掉 這麼多頻率 我怎麼濾 濾波器要很多個 要一大堆的濾波器 對不對 現在我們跟你講 沒有人跟你講 那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現在沒跟你說的 人家大陸 大陸 人家先前就已經來過了 旗下的人全部都來 說要入骨 真的 這之前就已經講過了 如果再出來一次我告訴你 就創新高都有可能 那事情都不要說 對不對 正文是不是大漲 現在是不是都漲謊通 他才10塊錢 對不對 漲停板 真的 我跟你講的時候才十幾塊 今天漲停板才二十幾 一早就關門鎖死 這叫今日受還 明日請早 對不對 今日受還明日請早 你要去想 手機 導航 通訊領域 全部都要用到的濾波器 會越來越多 會越來越多 只是你現在沒有 跟你說而已 就像過去那個PA功率放大器 他做什麼 生化家 未來PA會跟所謂的濾波器 結合在一個裡面 多少PA 多少的濾波器 來 3105文貌 他長什麼 他就是PA的 不然他長什麼 他從 我跟你講 文貌從56長到340 這就功率放大器 808080 這個都是2455 全部都是 這漲幅都非常的驚人 就很恐怖 那5G的時候很多 你要跟他綁在裡面 我跟你講 這叫做未來 對不對 什麼叫未來 未來就是還沒發生 但未來會發生 對不對 我跟他講大中的時候 發生了沒 還沒 好消息出來沒 還沒 所以43 剛剛消息出來140 真的 CAMP56 消息出來140 健準30大家都說好的時候70 加雷毅 漲到50幾全世界都說好 來 逸華電信都是啥 我來簡單說 我在好友跟你分享 逸華電的時候他多少錢 你只要回答我這問題就好 我們在LINE好友裡面 跟你分享逸華電的時候 你回答我他多少錢 還有我跟你分享逸華電的時候 報紙上面有沒有利多 有沒有 你回答我這兩個問題就好 有沒有 逸華電30 我在LINE裡面跟大家講 2353宏基16塊 沒有人相信會長 對不對 來 我告訴你 想清楚什麼股票會大漲 你有看過指數已經接近1萬1000點了 人家還全部All in了嗎 全部All in喔 全部給他壓下去 我個人覺得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選股觀念 是現在大家都所忽略掉 但是他是為了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現在 中國大陸的半導體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一個半導體崛起 他用很快的速度模仿也好 抄襲也好 對不對 挖你的人才也好 他用很快的速度再做一個崛起 你能夠賺錢的機會 其實以時間點來看 過個10年20年 搞不好我們的優勢 已經不再是優勢 搞不好到時候都已經變小朋友 你現在不賺以後沒機會 我跟大家講就是這樣 你中國大陸半導體崛起速度很快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中國大陸半導體崛起速度 這麼快的情況之下 連他們都看得上的公司還有誰 連他們都看得上的公司 我告訴你 看得上的公司 被人家入股了 宣德美綠康控全部黃標 對不對 那還有什麼會被人家看得起 我告訴你這一家 也是人家看得起的 看得起不是這一家 是這一家 他看得起也是這一家 我跟大家說其實有很多東西 你現在認真去找 未來會有很大很大的機會 重點是眼界決定你的世界 如果你看了東西跟大家都一樣 那就是當川普當選的時候 大家都說不會漲是一樣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翻過來 當大家說川普當選不會漲的時候 你跟巴菲特一樣 你賺翻了 你真的賺翻了 對不對 那還有什麼股票是未來會大漲股票 歡迎你叫我們好友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階段再回來 地震了 怎麼辦 一 跑下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戰網 掌握獲禮的一手資訊 匯別賠錢的二手訊息 操作不再忙碌 賺錢不斷重複 人員頭顧蔡老師 讓您輕鬆累積財富 讓您所看到的績效 變成您口袋裡的抽票 輪延頭顧智谷 製股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輪延頭顧精準掌握台股趾勢 幫您確實下行每步期 長期布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洞悉牌勢策略宣布 輪延代名引爆投資最佳奇蹟 零交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掌握獲禮的一手資訊 匯別賠錢的二手訊息 操作不再忙碌 賺錢不斷重複 人員頭顧蔡老師 讓您輕鬆累積財富 讓您所看到的績效 變成您口袋裡的抽票 文言頭顧智谷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平常工作時 主事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感絕一切吵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這片刻的年紀 Tude your online 鵝排氣密窗 當我來到這裡 看到每一個學習空間 每一群不放棄的人們 正在為自己的未來做美麗 這做一點好不好 你懂什麼 我們在討論未來 很少有公司願意接受 中年事業的人 一時候我想做 我是想做一件最漂亮的衣服給你們 而努力提升自己的就業技能 他們不分你我 目標有志 不讓自己的人生就此發作 今天指數又上漲了 指數已經來到一萬一千連 我想指數已經不是終點了 終點不是指數了 重點是還有什麼股票 未來可能會大漲 就像我跟大家講2353 對不對 很多人不相信 但是事實證明 對不對 對不對 事實證明 它就是對的 來 這個就是對的 請看多少錢 26塊多 26塊多 對不對 我跟你分享的時候 你還買不到16塊 你還買不到16塊 那我為什麼跟大家講 我跟大家講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很重要的重點是這個 我當時是不是這樣跟你講 我不是等到上漲 我才跟你套 我不是等到宏基漲上來之後 我才跟你說 你看他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 我跟你分享的時候 宏基我跟你寫得很清楚 PC轉電進VR 車用最後進入人工智慧 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是這個 我跟大家講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漲 我不是已經上漲 我才跟你講故事 人家都是漲停板之後跟你講 他為什麼會上漲 我是還沒有上漲之前告訴你 大經濟 對不對 今天26塊多 又差一點漲停板再創新高 簡單回顧一下 宏基的危險 但是重點 這一家總股多點數7年新低 指數也漲到1萬多點了 這一家總股多點數 卻是7年新低 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股價直幅7年 現在跨足車用進軍AI 股價還低於禁止 現在有個新的產品 這個新的產品 我相信你還沒有 因為這是全球首款 360度全景車用的雲端相機 什麼意思 360度全景車用 4K顯示 沒有什麼畫素的問題 4K 它可以拍攝的行車紀錄的那個 是一般的三倍範圍的廣角 三倍 是360度的全景 然後你開車的時候 你給它按下去 它會變成什麼 它在環景錄影的時候 會顯示車輛當下的速度 而且還可以支援測速照相 萬一發生碰撞 如果遇到馬路三寶 不小心撞到的話 它會幫你上傳 直接相關影音上傳跟定位 到雲端裡面去 這不錯喔 拍得又清楚 又360度 萬一撞到 就遇到馬路三寶 馬上會上傳 對不對 還可以幫你看那個測速的 好不好 好 要不要買 好 來 這不錯 這誰做了 這是他做了 他做了 這家公司其實你都認識 每個人都認識 就像那個旺宏一樣 每個人都認識 但是你不會買一樣 我們旺宏買6塊 買14塊 旺宏漲漲到多少 漲到60塊 一樣的道理 對不對 老師 今天怎麼不大漲 不是 我不會跟你講 一支大漲的股票 我跟你講的是 一支你可以好好買的股票 我跟你講不是已經大漲 我是海美大漲 我跟你講是未來會大漲 對不對 宏擊16塊錢 真的16塊 你自己看 這是不是16塊 這天的收盤 是不是最甜的平盤 對啊 16塊 根本16塊都不到 對不對 今天26塊多 快27塊 你要看利多OK 看新聞 一大堆消息 再告訴你宏擊有多好 對不對 那就 讓你們講就好啦 對不對 你看新聞就好啦 我跟他說很重要重點 想清楚1萬1 還有什麼股票會大漲 宏擊當時大漲之前 是不是有特殊籌碼 在低檔狂買 是不是 那同樣的道理 這一家也是一樣 特殊籌碼在低檔大買 狂買一直買一直買 綠色是總股東元素 紅色是特殊籌碼 一直一直買 不對啊 他為什麼買這麼多 因為未來營收會非常可怕 為什麼非常可怕 因為他這一家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測試 這是美國的廠商 半導體測試的一個設備廠 這一家公司 是全球最大這家測試廠的一個 踏入香港台灣的獨家經銷商 佔他的營收 佔這一家的營收7成 他也說 老師就這樣子 會長嗎 我告訴你 這很恐怖啊 這一家公司 這一家公司 全球最大這一家 這個是人家大陸要來全部收購 他已經 中國半導體投資基金 今年4月份要5.8億美金 全部收購這一家 全部收購這一家 但是常常像特朗普 就是我們的川普 這是大陸的用語叫特朗普 他阻止了很多 所以有可能不會被收購 為什麼大陸的公司要收購這一家 很簡單 因為未來需求會很大 未來我會跟你買很多很多很多的設備 與其我現在經驗場都蓋好對不對 那半導體設備要買 要買 那我要跟誰買 跟全球最大的廢話 他全球最大 那我未來要跟你買 那我不如現在先買你的股票嘛 對不對 未來他會很好 我不如我現在直接把他收購啊 好 問題是 他要收購他 這一家公司做OK 我要 我要跟你收購 誰不要 他的競爭對手不希望他被收購 那為什麼競爭對手不希望他被收購 那代表他被收購之後他會越來越好嘛 他不希望 競爭者不希望他被收購 代表他如果被收購 他會越來越好 好 那兩眾客人 如果這一家未來被收購 那他在大陸香港台灣的獨家經銷商 佔總營收七成的這一家保證大漲 這是被收購的情況 如果收購不成 那我告訴你直接噴出 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他如果被收購不成 這一家是獨家經銷商 你懂這意思吧 如果被收購不成獨家經銷商噴了更多 所以全部all in 你有沒有看到 我告訴你 你要想的是別人沒有想到的 而不是你去看報紙跟你說了什麼 等你看到我跟你講的事情 一模一樣發生的時候 你看一下洪基 你看一下那個佳聯益 我跟你講佳聯益才18塊錢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望洪的時候才6塊錢 對不對 想清楚我跟你講綠波器 這未來會很紅 很多人會跟你講綠波器 這綠波器保證 這個是一個過濾了 未來頻到這麼多 你怎麼去過濾你所要收到的訊息 而且每一個 每一個都是會互相影響的 你要越來越多 我告訴你 這個漲十倍我都不覺得很奇怪 老師 只數一萬一千點漲十倍 真的啦 不是漲十倍 漲一倍 漲一倍啦 那個十塊漲一倍才二十幾塊而已對不對 那這個對不對 都漲一倍了嗎 來 眼界決定你的世界 一個人是否好命看你跟誰比 如果你真的不太會懸故 歡迎見我們好友 也祝你明天操作順利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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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多多多幾個 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 亏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操作不再忙碌 赚钱不断重复 轮源头部蔡老师 让您轻松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轮源头部智库出现 023219933 23219933 轮源头部精准掌握台股气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牌势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 亏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操作不再忙碌 赚钱不断重复 轮源头部蔡老师 让您轻松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文言头部蔡老师